次世代代的台灣人 都擁有自由的意志的選擇 這是我未來的使命 也是我決心連任的目的 回廊談話在線 總統一開口就是宣布 2020連任的目的跟決心 這是對國人 同胞版 總統還有國際發聲版 專機上接受CNN專訪 挑明接受2020連任挑戰 總統不只對內堅定 接見歐洲議會後 更清楚對國際表明 台灣要什麼 中國不放棄無力犯台 在強推一國兩制的框架的情況下 沒有所謂對準的談判 也不會有真正的和平 對外聲明做好了 國內挑戰更大 有對手還有宣布連任之前 佔據落後的民調 民調是死的 人心是活的 那我們從來也不缺被人打壓 那我們就要以強烈的意志力 來克服我們種種的難關 講到不怕打壓 總統抬起頭 表情是堅定決心 他更相信 副手亮相的時候 一定並肩作戰 將來在競選總統的這條路 誰會一起參加 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無論怎麼樣 不會只有我一個人競選總統的 我們一人競選總統的時代 已經結束了 歐洲議會到加拿大相挺 繞回國內 停止各方猜測 總統宣布2020起手式 沒有猶豫 只有堅定 短天新聞 黃大豐 潘建華 陳教育 最好報導